原来是赵少 你说的不是神主 没错 其实 这 这位小兄弟 你虽然跟蒋总是朋友 但这种玩笑 你不能乱开啊 就是啊 我等前来参加宴会 皆为瞻仰神主尊荣 小兄弟 这等玩笑 切勿可开 怎么 我说我是你们不信 他说我不是 你就信 蒋总 这怎么回事啊 其实 这位朋友 他当然是神主 我 可以为其证 蒋总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他就是一个骗子 他只不过 是一个在海城 工作了三年 买不起房 还买不起车的小学员 怎么 现在不想努力了 就想靠着冒充神主 给吃软饭了 蒋总 看来你遇人不输啊 今日 真正的神主将 力临海城 这是我们海城的荣幸 我周期年 绝不允许有人 再次冒犯神主的威严 我也不答应 我们也不答应 看在将主的面子上 你从哪来的 滚回那去吧 想走啊 怕是晚了 不瞒诸位 我表叔 乃是神殿魏清大人 此人 胆敢冒充神主 只能交由神殿成熟 今日 休想离开 赵少 没想到 你还有这种关系啊 赵少 那以后我们周周两家 要加强合作了 放心 我不走 今日晚宴便是为我主 我要是走 这宝座 岂不是要空 尝尝 contra人 根本